在欢乐喜剧人的时候 烧饼和饼嫂的一段舞蹈不见让观众们眼前一亮 网友们也纷纷跨赞饼嫂真漂亮 嫂子好美 不少网友也戏称烧饼和饼嫂为美女与野兽 相比与烧饼饼嫂更像一个明星 近日饼嫂也迎来了她的综艺首秀 5月29日综艺是很熟的味道呀 发布宣传片 宣传片中烧饼和饼嫂一同参加综艺 这可以说是饼嫂的综艺首秀 看到饼嫂出现在综艺节目中 网友们非常的高兴 也期待节目的播出 不得不说饼嫂不会是说相声的妻子 在节目中面对蹭饭的礼蛋 饼嫂直言我没有女儿 满满的综艺感 我一定要加入你们的家庭 我没有女儿 结束我三生快乐 吃了没文化的 不得不说烧饼真的很直男 在情人节祝饼嫂单身快乐 但虽然直男但知道疼媳妇 就像烧饼在节目中说的那样 未来吃亏受累都是我 美美的都是她 观众们也被这波狗粮喂的饱饱的 看到饼嫂参加综艺网友们 也纷纷猜测饼嫂这是要出道了吗 你们期待饼嫂出道吗 感谢观看